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自然衰老的人类 117岁的尼莫正在接受着全世界的审判 按X为自然的延伸 按0为让人生走出的车 然而尼莫却早已预知到了投票结果 他会在2092年2月12日的5点50分自然死亡 也会在那个时候随着宇宙大坦缩一同重生 实际上眼前的尼莫只是他众多人生选择中的一种 而他的选择更是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 每个尚未出生的孩童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但在投胎转世之前 一望天使会将这一能力抹除 只不过这一次 他们唯独忘记了尼莫 所以带着全知能力的他 随即就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 然而在十几个可供参考的家庭面前 尼莫选择的却只是一对普通的父母 原因仅仅是母亲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尼莫也在父母的关爱下渐渐长大 九岁那年 街边闲逛的他见到了三个邻家女孩 只是打招呼的瞬间 他就预知到了他与三人的未来 他们都会和自己走入婚姻的殿堂 但却是在三个不同选择的人生当中 又过了没多久 睡梦中的他预知到了危险 他的父亲即将酿成大火 尽管尼莫第一时间起床试图阻止 但显然 能够阻止的就不是未来了 门外的父亲在刚停完车后忘了拉手上 又恰巧在临时中吃到了义务 也就在他愣神之际 车子静止地从斜坡上滑了下去 所以当尼莫跑出门时 悲剧就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父亲在这场事故后变得一蹶不振 母亲也因失望地累积演变成了争吵 再到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 最后 母亲更是在一片绿色的森林中 宣告了婚姻的破灭 尼莫就这样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选择 是跟着母亲永远离开 还是陪着父亲留在原地 一瞬间 尼莫陷入了痛苦的挣扎 因为他知道 这个选择会影响他的一生 可轰鸣的火车没给他思考的时间 母亲见到他眼里的犹豫 也只能痛苦地将他留给了父亲 然而就当火车启动的那一刻 尼莫最终还是选择了母亲 他成功追上了火车 而他的人生走向 也在此刻进入到了分岔口 事件一晃来到了六年后 十五岁的尼莫也进入到了叛逆期 他会时常和母亲顶嘴 也会假装自杀来博取关注 直到这天 班上新转来的一个女生改变了这一切 尼莫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小时候的安娜 也是当初三个邻家女孩中的红衣女孩 而只是一眼 尼莫就对他一见钟情了 可在接下来的体育课上 同样认出尼莫的安娜 在热情地邀请他一起游泳时 碍于面子的尼莫却下意识地拒绝了 这句话让安娜对他好感全无 也致此让两人再也没了任何交集 所以在若干年后 当两人再一次在车站相遇时 安娜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尼莫却仍旧是孤身一人 百感交集的他思绪万千 他开始反思 如果当初的自己没有选择拒绝 是否又是另一个结局呢 一瞬间 他再次回到了那片海滩 原来这一切只是他看到的未来 这一次 当安娜对他发出邀请时 他没有选择拒绝 而是坦诚地告诉他自己不会游泳 安娜听后不但没有嫌弃 反而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两人的关系也至此变得微妙了起来 然而造化弄人的是 这天 母亲带回来了他的新丈夫 可他却同时也是安娜的父亲 但情侣秒变兄妹的狗血剧情 非但没让两人尴尬 反而让热恋中的他们感受到了别样的刺激 在偷长经过后 两人甚至私下约定了终生 可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他们的布伦之恋还是被父母发现了 安娜的父亲当场提出了离婚 并决定带着安娜永远地离开这座城市 所以尼莫也再一次地来到了人生的分岔路口 他可以选择不屈服于现实 不让安娜从自己的身边离开 这样在不久后的未来 他会顺利和安娜走入婚姻的殿堂 也会顺利地拥有两人爱的结境 可在他34岁的那一年 他却会在一次开车回家的路上遇到异常意外 导致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湖里 最终因为不会游泳而被活活淹死 于是 为了不让悲剧发生 他只能选择被迫与安娜分开 在离别前夕 安娜哭着告诉他这辈子废他不嫁 并约定两人一定会在灯塔处重逢 可青春期的两人还没意识到的是 他们的人生其实并不由自己掌控 母亲撕掉了安娜的来信 而尼莫 最终也没在灯塔处等来安娜的身影 时间就这样无情地流逝着 人到中年的尼莫仍旧孤身一人 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安娜 也始终相信安娜仍在等他 每次从灯塔离开前往车站时 他会习惯性地给乞丐留下一枚硬帘 但他不知道的是 每次等他刚一离开 安娜的身影也会随着人群走出车站 他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样 始终都在经历着错误 直到这天 车站的乞丐倒下了 尼莫没有选择袖手旁观 而是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就这样 他的善良有了回报 无数次错过的两人终于重逢了 可在激情退缺之后 安娜恢复了理智 他这些年来始终都在等待着尼莫 甚至早已将这种等待变成了生活常态 所以当他真的等来了结果时 他却发现他需要时间来重新适应了 于是他给尼莫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 并约定两天后再来灯塔处找他 可下一秒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突如其来的雨水刚好滴落在了纸条上 他就这样失去了联络安娜的唯一方式 但他并没有死心 他决定继续去灯塔处等待 然而这一等 本来的却是他的孤独中傲 可这仍旧不是故事的结尾 别忘了他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于是念头一转 他再次回到了九岁那年的车站 只不过这一次 他选择了父亲 可跟着父亲的生活显然更不如一 在那起事故的影响下 父亲很快就因精神崩溃丧失了自理能力 尼莫在一边上学一边打工的同时 甚至还需要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 这繁重且绝望的生活 也逐渐让他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 直到这天在学校的舞会上 他被一个刚和男友分手的女孩突然叫了出来 他好奇地询问女孩为何会知道她的名字 爱丽丝告诉他自己是他小时候的邻居 也是当年那个街边的兰衣女孩 随后 他又希望尼莫能够安慰一下自己 可尼莫绞尽脑汁 憋出来的也只是几个关于火星的名词 爱丽丝被他逗笑了 打趣地让他发誓如果自己死了 爱丽丝的直率和大胆仿佛一束阳光一样 再次照亮了宁莫逐渐封闭的内心 他发现自己不受控制地爱上了他 可到了第二天 当他鼓起勇气表白时 爱丽丝却已经和前男友死回复然了 他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只是一个小丑 落荒而逃的他没能控制住内心的崩溃 由于车速过快 他一个不慎导致轮胎打滑直接撞下了山崖 当他重新恢复意识后 他就已经全身瘫痪地躺在了病床上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他重新回到了表白的前一刻 无论爱丽丝是否还深爱着前男友 他都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了 他向爱丽丝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可得到的 却仍旧是爱丽丝残忍的拒绝 失望之下 尼莫决定将一切交给命运 他对父亲立下了誓言 决定跟舞会上遇到的第一个女孩结婚 也就在当晚 珍妮走进了她的视线 而更为巧合的是 珍妮正是当年街边的那个黄衣女孩 在回去的路上 尼莫暗自给自己定下了许多人生目标 她要娶珍妮为妻 要和她生两个可爱的宝宝 她要变得非常有钱 要有带花园的豪宅 也要有一台红色的敞碰跑车 多年以后 当她达成了以上的所有目标 她却发现自己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去巧 这时候的她终于意识到 她好像并没有爱过珍妮 她的内心深处始终都是爱丽丝的身影 在无尽空虚的折磨下 她将所有的财产划分给了珍妮 并将自己失去灵魂的命运 交给了一枚克制耶索罗诺的硬币 硬币的抉择让她躲过了及时的火车 也让她在一个新的城市冒充了他人的身份 在被带到酒店后 她又接到了一通让她赶紧逃走的电话 可命运还是让她留了下来 所以等到她被杀手一枪毙命的那一刻 她再次回到了和爱丽丝表白的场景 为了不伤害珍妮 也为了不让自己的余生在痛苦中度过 她没有给爱丽丝拒绝的机会 而是用她许下的关于火星的誓言 强势地发起了进攻 这一次 她终于和爱丽丝有了结果 可就在婚礼结束的路上 油罐车的爆炸瞬间让喜剧变成了悲剧 妻子爱丽丝当场死亡 尼莫也被烧去了半张脸 极度的悲伤让她看透了一切 等到火星被开发的那一天 她完成了自己的誓言 将爱丽丝的骨灰撒在了火星上 但在归途的过程中 飞船遭遇到了流星群的袭击 她的这段人生也在此刻画上了句号 可这同样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她回到了和爱丽丝的婚礼时刻 成功躲过了油罐车的爆炸 甚至也有了两人爱的结晶 但玩弄命运的人终将对命运反噬 两人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爱丽丝毫无征兆地患上抑郁症 她彻底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并抗拒和尼莫的任何沟通 直到她再也无法忍受的这一天 她终于对尼莫说出了心声 她仍旧深爱着她的前男友 这种无法抑制的情感 让她在婚后陷入了愧疚的深渊 她不愿继续这么相互折磨着对方 所以在当天晚上 她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不久后 爱丽丝成了一名理发师 前男友的老旧相片成了她的唯一未解 但何其讽刺的是 当前男友真的来到了她眼前 她却并没有认出这个所谓的挚爱 似乎尼莫的所有选择到头来 都是以悲剧收场 但别忘了那个117岁的尼莫 在她即将自然衰亡的前一刻 她终于从无数次的抉择中 找到了人生的最优解 因为不管她如何选择 安娜的身影始终出现在 她的所有分支中 或是素不相识的路人 或是同事的妻子 又或是在火星归途中 一同消亡的同伴 她终于明白 不管命运如何推着她向前 唯有安娜才是她的命中注定 这一刻 所有的一切归于虚无 九岁的尼莫从幻想中收回了思绪 在知道了所有人生剧本后 这一次 她没有选择跟着母亲离开 也没有选择陪着父亲留在园里 而是奔向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崭新小路 在这条人生道路上 她仍旧会遇到 那个自己最爱的 也同样是最爱自己的安娜 他们同样会面临恐怖 但最终 她会在灯塔处等到安娜 她的人生 再也不会留下遗憾了 这就是尼莫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爱和选择的故事 虽然命运给了尼莫修改人生的特权 但却让她长进 117年的孤独后 才对她正确答案 而对于没有特权的我们来说 无论你的选择是苦难还是幸福 都希望你能在不留下遗憾的同时 拼从你的内心